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CDP-040在测试期间改造的所有其他实体应在研究结束后 依照文档CDP-8ON一众所述的标准生物样品清理程序清除 出生日期 约2000年 项目声称在被收容时仅有8岁 出生地点 未知 收容日期 2008年月日隐藏 身高 111厘米 体重 20.7千克 发色 亮粉红色 铜色 绿色 右眼 黄色 左眼 红膜溢色 黑色拱膜 左眼 备注 左眼失明 皮肤对烧伤敏感 且易受擦伤 头发硬脆 且容易脱落 描述 SCP-040是一人类孩童能任意改变活性生物体的身体特征 被改造的生物体统称为SCP-040-1 这些改造主要是外观上的 包括简单的颜色和花纹变化到更复杂的身体形态和结构的变化 创造新的专门器官是可能的 但似乎受限于SCP-040的能力且在测试中有66%的失败率 改造限制在物理上可能的范围内 而与这种特征自然出现的可能性无关 比如 虽然SCP-040可以赋予一个天生无异的生物体以翅膀 但它们并不会使该生物在没有满足其他物理要求的情况下飞行 作为改造过程的一部分 SCP-040已会经历行为上的转变 不论之前与SCP-040有何关联 都会表现出对SCP-040的极端忠诚 SCP-040的异常能力需要强烈的集中力和时间来使用 并且在连续使用超过几分钟后会导致剧烈的头痛和恶心 改造范围越小或变化越复杂 其效果就越不可靠和越不准确 SCP-040不能改造微生物 在改造植物方面也有极大困难 死亡的生物组织也可使用 但必须与活体生物一并使用 对SCP-040一实体的改造不能超过一次 尽管目前还不清楚这是SCP-040能力的硬限制 还是因为其缺乏对能力的掌握 考虑到长期收容和与父母分离的影响 SCP-040的情绪状况就一个该年龄层的个体而言处于可接受范围内 项目的智力略高于其所属年龄段的平均值 通常愿意合作 SCP-040很快适应了收容 并且对初始培训和社会化课程反应良好 SCP-040警队40 这个名字有反应 似乎没有任何其他的命名或字命名 回收日志 实验对象于2008年 日月隐藏 在科罗拉多州 以编辑 对天国支持基督教英才契约学校 Keys to the Kingdom Christian Charter School for Gifted Youth 对一次突袭中被收容 这次突袭的主要任务 即逮捕或处决 隐藏 隐藏 已成功完成 隐藏 隐藏 是一位前CIA特工 曾作为黑书计划 Project Black Book 剑池虎计划 Project Smilodem 和 星际之门行动 Operation Stargate 的一部分 在1967至1971年间 与基金会中间机构共同工作 隐藏 被当场处决病处理 无意外发生 在从该设施找到的15名儿童中 SCP-040是唯一一个表现出异常能力的 其他儿童接受了记忆消除 并被安置在受基金会监控的寄养中 对学校工作人员的采访显示 他们并不知道 隐藏的过往 或是与基金会行动的任何联系 这些人也接受了记忆消除 并受到为期六个月的通讯监测 没有记录到记忆恢复的迹象 完整事件记录 见佐塔如虫行动 Operation Texelworm的事后报告 附录01 目前允许SCP-040 持有下列SCP-040一个体 SCP-040-EA 一个能根据环境改变自身尺寸 形状 颜色和质地的共生生物 项目起到外衣的作用 类似于一件夹克或毛衣 并从SCP-040的血液中吸收养分 项目与SCP-040一同被回收 基因测试表明 项目的大部分基因构成 与一般的家猫 Pheliskitis相同 SCP-040-EC 一个能借助充有氦气的 橡胶质地气囊 飞行的球形生物 项目拥有11条末端 常有对声纸的织合 一套可演奏多种音乐形式的 复杂呼吸系统 SCP-040-EJ 一个长有厚厚的粉色 和蓝色毛发的四足生物 项目没有眼睛 有一张宽阔的嘴 牙齿不锋利 能够攀爬垂直的表面 偶尔被SCP-040用于运输 附入02 以下采访节选的记录日期 为2008年 日月隐藏 在SCP-040被初次收容 和接受培训后不久 Abernessy博士 早上好 四十 SCP-040 早上好 Abernessy女士 Abernessy博士 听起来你的感冒快好了 SCP-040 恩亨 Abernessy博士 我为你高兴 今天的课开始之前 我能问你几个问题吗 SCP-040 好啊 Abernessy博士 能聊聊你的爸爸妈妈吗 SCP-040 Green先生说我没有爸爸妈妈 Abernessy博士 那你能说说Green先生吗 SCP-040 他人挺好 但是说话不太行 他说话老老老 是像这这这 样 但是他经常不在 基本都是护士照顾我们 Abernessy博士 他们都为你们做些什么呀 SCP-040 他们和我们做游戏 教我们知识 有时候 让我们带着那些傻头盔 安静地坐很久 如果我们表现得好 他们有时候会给我们看电影 但是 如果我们不乖 他们就把我们锁在自己的屋子里 博士 Abernessy 能告诉我些其他的吗 SCP-040 嗯 他们晚饭老给我们吃豌豆 我讨厌豌豆 所以我都把我那份给五号 因为他爱吃豌豆 但是我觉得 四季豆好吃些 附路03 2008年 日月隐藏 SCP-040 在测试中使用三只赫加鼠 Retius Norvegicus 作为所需的活体成分 成功复活了一名死亡的人类 得到的对象 没有过生活的记忆 其智力被判定为 约与钢学会走路的幼儿相当 SCP-040 对此感到非常伤心 在接下来的三周里 拒绝进一步测试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